那我們今天再去把這個鑄波給你講一下 這個鑄波 假設我們今天有兩個harmonic wave 什麼叫harmonic wave 就是兩個斜波 斜波就是我們今天來的或是賽波 或者是跑賽波 那今天把這兩個波 我們前面有講過 我們今天把波做疊加 假設我們今天把波去做一個疊加的動作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他們大概都行進在一個相同的媒體 但是方向相反 那什麼叫方向相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公式 那我們知道一個波的方式是可以寫成A sin A sin omega t A是正乎 K是波數 Omega是角平率 那隨著時間有化往前走的話 這個前面是個負號 就是往正方向走 那往負方向走呢 那前面就是個正號 所以呢 Y1Y2 一個是A sin K是Omega t 一個是A sin K是Omega t 那這樣的情況下 假設我們 因為它是一個 隨時間變化的斜波 所以過一會呢 整條線上就會充滿的波 只是一個往前進一個往後退 那因此呢 任意時間 任意空間中 它的正幅的高度 可以寫成A sin HmOmega t 加A sin HmOmega t 把它加在一起 兩個波的疊加 那這個東西呢 在數學上呢 兩個散 兩個散 加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數學 幫忙把它合在一起 這個東西叫做 核插畫機 據說你們都現在都不教了 對不對 核插畫機 沒有選過啦 對不對 沒關係 什麼叫核插畫機呢 這也會是一種 這也會造成你們 學為積分的時候 很大的困擾 為什麼呢 萬一 Sine有Sine 乘在一起 你們就分不開了 你們會擠不出來 這個積分 沒關係 但是你們大概有一個 這個概念 兩個Sine 加在一起的時候呢 可以變成什麼呢 SineA加SineB 在核插畫機公司 會告訴你 2Sine的2xJ加B 乘上可Sine的2xJ-B 這個公司叫核插畫機公司 反過來把相成的變成香蕉 或相減的計畫核插 核就是總核的核 總核的核 核插 核就是加碼 插就是減碼 對不對 畫機 不是叫畫機喔 畫成什麼相成 要核插畫機 反過來要計畫核插 好 那SineA加SineB可以選兩倍 SineA加A加B CosineA加B CosineA加B 這是公式 當然可以推倒出來 畫一個圓 單位圓 然後呢 我們去畫它的這個三角形 就可以得出這個公式 那這個不是我們要正的 我只告訴你 就是有這個公式 好 所以呢簡單來看 你看A加B是什麼 A A是Kx Omega T B B呢 是Kx Omega T 所以A加B 等於兩倍的Kx 對不對 那除以二呢 就變Kx了 那A-B呢 A-B 你看喔 來這裡是Kx Omega T 是Kx加Omega T 所以呢 兩個相點變成什麼 負的兩倍 Omega T 對不對 然後除以二變成負的Omega T 那Cosin這跟負是一樣的 所以呢 就剩下什麼呢 2A Sine Kx Cosin 就剩下這個東西而已 好 好 那這樣子告訴你什麼事情呢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空間中 它是一個什麼 穩定的一個斜坡的形式 什麼樣叫穩定斜坡的形式 你把這2 跟這個cosmega T 把它加在一起 形成了一個 還有2Acosmega T 這三個東西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們把它變成A of T 也就是說 前面的這個正幅呢 是隨時間變化的函數 後面的Sine Kx 就是空間中某個地方 空間中某個地方 它的變化呢 會是什麼 2Acosmega T 就是A of T 的意思 空間中的任意點 它的變化幅度 變化幅度 受到這個A of T 影響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鍋呢 它不會移動 它不會移動 你會看到 Sine Kx 在某些顆粒的點 它就定在這個地方不會動了 比如說 我們知道一文叫鍋結 Node 叫做鍋結 這一文就是鍋結的意思 Sine Kx 剛剛等於0 的時候呢 這些點 不管你A of T 怎麼變 任何數成0 就是0 對不對 所以任何數地方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是政府等於0的地方 那這一定是政府等於0的地方 在哪裡呢 Sine Kx等於0 Kx等於0 5拍 2拍 整數倍的拍都可以 對不對 所以這個原因是波節 好 那 某些地方 Node的所有波幅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它隨時的變化 會達到整個正比幅的最大值 那 怎麼樣可以它那個幅度達到最大值呢 就是Sine Sine就要做正比一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為了讓Sine 連正比一 那我Kx必須怎麼樣 必須等於0的拍 0的3拍 0的5拍 對不對 也就是半整數的拍 它就會達到正比的最大值 而且這個正比幅呢 是原來單一正比的兩倍 單一正比的兩倍 所以呢 這樣子呢 我就解出了所謂的助波它的方程式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 Resonance的 Resonance的Standing Wave 所謂的這個 這個 這個共振的這個 這個助波 懸賞的共振助波 那 我們來現在來看 一個兩端 固定石的 一個 把懸固定石在這個兩端 簡單講就是像吉他一樣 有沒有 吉他是兩端的固定石 對不對 那它可以有的波長 最長最長的 最長最長的 它一定是長這樣的形式 對不對 那這樣的形式呢 它還不是一個完整的波 它只有半個波 對吧 因為它只有半個波 所以呢 它波長是多少 二分之爛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呢 這個波會被限制在一個空間中 所以這個懸呢 兩端呢 它 政府一定得是零 依照前面的公式 Sign Caps 大家可以說 一定零嘛 這沒問題 Sign Caps 要多少時候 才能達到第一個 你看 剛好給拍嘛 對不對 剛好給拍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 周圍空間 被限制的一個波 它一定是這種形式 你們來畫圖就知道了 一個波 它可以的 一定是這樣子 我畫長一點 或者這樣子 或者這樣子 我畫一個中間線 然後呢 就怎麼畫中間線 它一定不會是這樣子 這樣不行嘛 假設它到最大的值 是到這邊 它不能 假設這個高度 叫做H的話 那這邊呢 它一定要在這個點上 它不可以在這個點上 對不對 因為 這個不符合 這個助波的原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在甩這個的時候 這個線比較好 比較好甩 你看啦 我在甩這個的時候 這是一個什麼 N等於2的助波嘛 對不對 不好意思 這是3啊 3的話 其實它是走了多少 2分之3拍嘛 對不對 這個2分之3拍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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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2分之爛打 也是走一個2分之1拍嘛 對不對 兩個 還蠻有天分的對不對 這樣是兩個嘛 對不對 所以它不會有中間直出線 因為有中間直出線 就有反反坡 所以呢 所以它必須什麼樣 所以discreet就是分立的 它只能是2分之ππ2分之3π 它所要分立的是這個意思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 算你們不會學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可以說很多的這些坡是分立的 那這種分立的概念其實就是為什麼坡跟立 有種叫坡力的二項級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 這樣一包一包的東西其實就是粒子 是不是 這就很容易理解了 對不對 好 我們講這麼深 所以這個最小最長的波長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 這個對一個頻率就是 mental frequency 所謂肌病 或是所謂的first harmonic的異血波 所以這個肌病很容易理解 所以L每個二個字爛打對不對 那我們又有前面的聲訊 這個波的公式 我們知道波的速度相當於頻率乘上波長 對不對 你每次都可以算一個長度波長 那你可以產生幾次 再每次都可以算幾次就是給速度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是F爛打 所以我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把這2跟3打移過來 應該說把爛打除過去 我們知道F就可以寫2L其實是NB 那一下因為我只是想幾平嘛 對不對 所以F就等於2L跟直B 你把爛打除下來這邊嘛 對不對 爛打除下來 我寫在這邊 B等於F爛打 對不對 然後我就知道L 對 二分子爛打 所以我F等於什麼 這個獅子 推倒過來 F等於什麼 那你把合一支B嘛 對不對 好 那假如我再去2 那等於這邊也要去2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L 對不對 把2一下子 這樣子 對吧 好 所以這個就是G平 好 那這種公正斜坡 這種公正斜坡 它又是半坡長的整數倍 所以反過來說 我們的坡長應該就是怎麼樣 N分子2L 對不對 那推展開來 F呢 就是2L分子NB 就是把它推展開來 因為這兩個項目要給V嘛 對不對 有沒有 F乘上這個要給V 所以如果這是2L分子N 那它就是它的寶數 N分子2L分子NB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 我們用我們的這個 剛剛推導出來公式 Y XD 2A 不算我們改天Sine X 那我們知道 Sine的KL 要等於0 對不對 我們剛剛前面就是從這個圖像上來看 那我們如果從數學上來看 這是從數學上來看 好 純數學來看 好 那 依照這個數學公式 Sine KL等於0 因為邊界條件嘛 這邊一定要等於0 對不對 這邊一定要等於0 對不對 所以Sine KL等於0呢 表示KL等於Nπ 那所以呢 我們知道 如果KL等於Nπ的時候 K是什麼 KL等於Nπ 那K叫做波數 是不是 2π 一個周期頭的 K被幾個波長給 給佔據 所以是波的數目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嗎 剛剛有趣 L等於2π L等於Nπ 所以呢 太太消掉 對不對 所以我L等於什麼 N爛大 G2 對不對 好 欸 是寫法 欸 不好意思 我要寫爛大 好 好 那爛大一下一下 爛大是等於什麼 2L 數一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是純數學的解 下面這個 純數學的解 上面這是從觀察上得到的結果 是不是兩者具有一致性 對不對 兩者具有一致性 那 所以L啦 這個也可OK啦 LL N爛大 是剛剛算出來的 好 所以呢 不管在數學上 或者是我們從觀察上 都得到下面的結果 那我們就來可以看一個 很著名的一個問題 音差問題 好 假設今天這個音差 音差 這個Tuning fork 就是音差啦 音差一隻腳 現在被綁了一個繩子 然後呢 經過融兵和滑輪 掉了一個重物 那假設你可以去搏動它 那因為這一段是固定 這一段也是固定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會怎麼樣 它會寫著一個祝波嘛 對不對 那第一個 你知道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你知道 繩子的質量 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它有繩子的長度 就可以知道繩子的密度嘛 那你要知道 挖的重物有多重 對不對 你就知道 濕力有多大 那知道濕力有多大 那知道濕力有多大 知道力度 那你就可以知道 懸上的 速度 對不對 B等於根號 F3 B這三次都可以老過了 那因此呢 你又知道說 你的Fn 等於2l分子 Nb 那b只是碼對不對 B就是剛剛這個算出來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樣沒把它起來 可以發出什麼聲音 我的頻率是多少 我的頻率就會等於 2l 那entry2l 乘以根號的entry mu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現在知道是長度 你現在知道限定率 你知道 質量 跟上面可以發出的頻率 是比如說 100 200 300 400 2l 對不對 這個你就可以去定它了 就可以去定它了 那 這樣子呢 可以做什麼用 你就可以發出標準的聲音啊 對不對 你mu雖然不能調 但是你f跟l 是可以調的啊 對不對 所以你隨便拿一個音叉過來 你是不是可以做出一個什麼 標準的聲音 對不對 對不對 假設你要去調這個聲音的話 就可以用它來做這件事情 你不要覺得這個很可笑 古代就是這麼做的啊 對不對 古代到現在這麼好的儀器對不對 你們手機現在都可以抓那個 聲音的頻率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古代人 古代人 很智慧啦 就像上升衝擊板有沒有 拿槍射那個 你怎麼知道槍的速度 對不對 對不對 假設你今天穿越到古代 你需要這些技術的話 你沒有現在的電子色的Band 你能夠做的Six是什麼 就是這些古董木銘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是這個 這個甩子 看古代不如我剛剛甩的嘛 對不對 剛剛我甩出這個二分之 這個二分之爛檔 對不對 然後一個爛檔 然後是二分之三爛檔 剛剛都甩出來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這個東西 那公司就是這些 這個你其實也早就知道了 好 那因此呢 你們還學過什麼呢 欸你們不是現在開始來玩那個 那個什麼 空氣柱水 空氣柱 做過了嗎 有嗎 有嗎 那你們怎麼去講那個空氣柱的聲音 公正 用聽的喔 用聽的 那你們沒有用手機 玩喔 手機有 有App可以聽的聲音跟大小聲啊 有沒有 對不對 應該可以用手機玩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水柱問題齁 等一下會講齁 我們先講一個 講這是什麼吧 那兩端都開口的公式 你們有學過吧 一端開口 一端封閉的公式 兩端封閉的公式 跟兩端都開口的公式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公式取決也是什麼 其實也不用特別背嘛 對不對 兩端開口 也兩端都是脫腹嘛 對不對 那最短的 這一個 其實是什麼 半個多長 對不對 如果不懂的話 把這一塊 移過去 就變成一個完整一包 對吧 那一包 其實只有一半而已嘛 對不對 好 好像吃那個 雙胞胎 有沒有吃過一種食物 叫雙胞胎 油炸的 有嗎 有 有 雙胞胎才是一個完整的波長嘛 對不對 那你問老闆可以買半個 通常不行嘛 不知以前小時候小朋友沒錢嗎 我只有五塊錢 我可以買半個 那時候老闆說 小朋友你好可愛 賣你半個 對不對 那他半個賣給誰 賣給另一個 以前的小朋友嘛 對不對 雙胞胎 雙胞胎 沒什麼回憶對不對 沒有什麼共鳴 因為你沒看各樣的東西 對 好 所以呢 他可以允許的 波長是什麼 半個 然後呢 一個 然後呢 這是幾個 兩個 一個半個 這是 這是一個 這是半個 怎麼沒有那個 沒有這是1.5個 對對對 這沒有錯 因為這中間是整個嘛 再加兩邊的半個 對不對 所以他能夠承受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頻率 好 那這是一端空閉 一端開放 對不對 那他可以承受的 就是一邊一次波節 一邊一次波幅 那這樣子的話 最小是十分之一個 對不對 就有公式 公式變成怎麼樣 一定要是一個 四分之一個 所以變得像加四雷好 對不對 然後這邊二分之一 才會是怎麼樣 極速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可以是四雷分之一 然後呢 這怎麼沒有漏起來 這個是 F的四雷分之一 這也是四雷分之三 然後這四雷分之五 對不對 他可以就是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三 三到一噸 好這就是你們做的試驗嘛 對不對 水柱 最短的一定是四分之一 對不對 第二個呢 會擦半個波長嘛 對不對 因為你一定要完成一個嘛 然後再擦 一整個波長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這題問題 其實就是你們的試驗題 他說有一個管 這個水管 那個音叉 然後這個音叉呢 這個頻率可能磨掉了 不知道 那想要知道這個音叉的頻率是多少 怎麼辦呢 就拿一個最簡單的水管 拿這個吸管插在杯子裡 對不對 拿音叉去敲 那看看呢 他在什麼時候會有最大聲 那當要把吸管慢慢的拉出來的時候 拉到我們身體的高度 他也有第一次的最大聲 那在拉第二高度的時候呢 他也有第二次的最大聲 一路拉 他可能拉了三次 好 就拿到第一次 發生最大聲的地方 他的高度是9公分 那我們看一下你去球 如果拉起來是9公分的話呢 這個 平差的頻率是多少 那當時的室溫呢 是20度吸水 所以深處是343公尺每秒 所以這計算就很簡單啊 所以F等於4L分之V嘛 對不對 那你拉起來是9公分 就是0.09米 對不對 那上面深處是343 所以4分之343 再除以這個就是953二子 這是第一個 把這些講完 第二個 那請問一下另外兩個的頻率會是多少呢 那注意一下是問另外兩個的頻率喔 另外兩個的高度是多少 所以呢 由剛剛知道 剛剛的波長 是四分之一個 所以全波長是多少 0.36 所以下一個會出現 共振的是四分之三的波長 對不對 所以呢 四分之三的波長 正常剛剛的數值 就是0.27 再一個呢 是四分之五的爛板 所以是0.15 好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沒有齁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下課 那剛剛 有上來寫的同學 還有什麼加分 哈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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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 可以 喜歡 usage Nim